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不容易可算是进来了 看一下这是更新了什么,我还是很期待的 这衣服看着还挺好看 遮住你的头就好看了 看到你的脸瞬间觉得好丑 过分了,有这么欺负布丁了吗 我这里可是按着表面来捏的 说丑不是说表面丑嘛 先前小队还是一样,奖励特别丰富 大家要是组到那些不活跃的 后面可以立即退出,然后进一个探索之高的 这样就可以领到最后的宝箱了 还能这样呀,还以为选了就不能更换了 好几次奖励都没有领完 幸运积分,这里有战斧无人机 可惜没有雷托,白七大一场 这水墨一云好看归好看 大家是放在奖车里 估计就不是一两个六四八就能抽到的 爱美的小姐姐们可要想清楚了 没人可以免费抽一次 但肯定是纳米或者新币 果然,五千新币的安卫奖 这概率被我拿捏的撕死了 青蛇乌金家具箱,感觉好气派 我的大小姐呀,你别笑我 这个抽一次可要一百太阳 又不是要你帮我抽,我自己来 这个香金钢琴真不错 黄金床也很霸气 到时让人来参观房子 给你长长脸 这长脸的代价可真大 接下来就是此次更新最大的内容了 庇护城计划首先有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下又有四个小任务 每个小任务做完都会有丰厚的奖励 这就跟我们当初的大千奇差不多 入入我们的基本信息 就可以选择咱们想要的路线 有七个路线,每个路线等级都不同 让我感觉选这个是没用的 小二文别太纠结 因为选了不代表就能定居了 还要各个营地去争夺才行 作为快满级的干地 肯定要选择最高等级的吃着 以后要是能把营地安在吃着庇护城 估计差家的都不敢来了 圣罗那次刷小事出了名的 来搞事还得带很多的降温食物 这么一说我倒是听着画面 以后你们坐在椅子上 回血的速度还没扣血多 下线挂机还要脱甲 要不然一直掉那久 到时我就选在灵火山最近的 不怕别人来复仇了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 你们想住在哪座庇护城里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我们下下见拜拜